小黑 不知道跑哪去了 都害怕他然后就是出去不知道回来 今天下雨了 上次丢了两天 在这里 以啥时候进去的 出来 现在胆子大起来了 这个门缝我只要留的稍微的大一点啊 我是留着让它通风的 一个拳头能进去的话 它就能钻进去 应该是钻进去的 可了 待在里面不是 一会半会的 不就说待一天 隔室里面的水源 他是不知道的 可了可了 过来 上手 对这样多乖 要叫几声 来 上手啊 小的时候可乖了 一叫一个准 现在不行了 哎 我是给你这么吃的 你看他都是着我的手 天天给我玩 有的歌友就是 在视频下方评论留言 说要看一下小黑 单独拍一期 我们今天就更新了小黑的视频 我下班就来找他 没有找到 他跑到歌舍里面去了 看一下他吃食是怎么吃的啊 下去吧 没事 我的手在在这爱你试了啊 你嘴巴捉一下我的手 好 我放上去 放上去 有几次把这个石筒 给踩翻 哎呀 把我给忙坏了 粮食洒的满地都是 好了 吃点狗行了呢 小黑 讨喜是讨喜 不准我动啊 哎呀 疼疼疼疼疼疼疼 疼 疼 疼不疼 我吃 疼不疼 疼不疼 一天到晚 出来说 我还是说 你知道我的厉害 先吃一下 有的时候真的恨不得要抽他一顿 天天吃时就这样吃 你比如说这边掉下来的粮食 他是不吃的 坏家 朋友们你们说小黑可爱吗 有的朋友说这个是性格不能比赛的 这铁牛 以前古老的性质 短途小性质 现在不行了 退化掉了 也不加飞了 属于高飞哥系列的 飞的高 小青猫就是他 现在再欢迎新年这个猫炸的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嘿嘿嘿 嘿嘿嘿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